一个月人还想命令我 等我大婚 我要让你们所有人都怕我 大郡主 我要让大郡主宠爱我 放开我 所有爱了二郡主路的人 都要死 怎么还有这么多 当郡主好累啊 你要是累了就歇一歇 我们改日再看啊 那怎么行 这百姓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情况 我作为邵郡主 怎么那么拖延 我知道了 我也很想你的 上次的芒果 还有 沈凡 你说这些官员 他为什么每个人写都是废话 张课好了吗 好了 好 你沉住真是太累了 不仅要处理公务 这还要防止玄虎城的人来打我 你放心 有我在 玄虎城不会出手的 这样就闪力多了吗 好好好 绍军 稍稍住 路捧死了 死了 什么 尽早发现的 死在了箱子里 我就说 他这是炮灰的命 强捧遭天前的 不对啊 路鹏被杀的情节 不是已经没有了吗 剧情怎么又绕回来了 难道剧情还在往下走 先生 你们不是说很多情节 不会发生了吗 你那月人为什么还是死了 您上回 不还说这个月人多余吗 这这怎么这回 又舍不得他了呢 我担心的是香蕉 你们有没有发现 虽然很多情节没有发生 但人物的命运并没有改变 香蕉没有扎成 那苹果的母亲 还是一病不起 外挂也没有杀人 可那个月人还是死了 我很担心 我很担心香蕉也会 像我设计的剧情那样发展 那香蕉最后的命运 究竟是什么 用邵城主的画家 是苹果灭了香蕉 那这灭了的意思是 玄虎灭花园 还说念及旧情放过楚楚 却没想过 楚楚在苏子营的辅佐下 养精蓄锐卷土重来 两人终绝对战 那麽 那麽 白几 白几 有 有 白几 用 盯君 我 你先走一步 七夕之夜 你攻占花园城的时候 可曾想过有朝一日 我会回来 当初我就不该欣然放过你 没错 那是你犯过最大的错误 可惜 你再也没有机会弥补了 事到如今 你我之间 只能活一个 这香蕉啊 终究是英雄不过美人关 没有美人关 她现在跟苹果扒杆子都打不着 过程不重要 重要的是结果 她现在不跟苹果对峙 自然也挨不到 最后的穿性一戒 可我就是害怕 害怕她像 称子的母亲一样 像那个月人一样 虽然被刺的情节没有发生 但是结局还是一样 那个时候她要是真的死了 我该怎么办 这也是难免的事 那谁让你一开始 就把她设计成一个悲剧人物呢 零七也就是歪瓜 为了保住自家巫石矿 杀了路棚嫁回给韩硕 歪瓜